總統賴清的520就職 喊出兩岸要重啟觀光 開放陸生來台就學 但賴清得了兩岸論述 讓國台辦大反彈 工商界擔心以現在的氛圍 要恢復交流根本不可能 對大陸並沒有善意的感覺 這樣子要兩岸恢復有交流 我看起來是可能性是不高的 4月底大陸宣布 開放福建民眾到馬祖旅遊 若平台到台灣海上客運恢復 還能開放福建團客來台 想追求和平共融 各界呼籲賴政府 應該快取消附露旅遊禁團令 展現真正善意 6月1號恢復開放 台灣的團客可以去大陸 釋出這個善意 看有沒有機會轉換 旅遊業者他們都說 如果賴總統沒有在這幾天 開放團客可以去的話 大家都6月1號到總統府前 表達大家的心聲 先把6月1日的禁團令先結束 台灣到大陸還有大陸來 台灣這兩個雙邊的觀光 各佔了我們入出境 3到4成的產值 解開來其他的部分 才有辦法恢復到2019年 否則的話呢 旅行業的整個更嚴重的反彈 上街抗議遊行也是一種選項 沒有人想要放著生意不做 去抗議一直不解決的話 旅行業也會受不了 那現在520談話 似乎暗示兩岸開放 要符合對等要求 但平台航線一次可載700人旅遊 對觀光就是大助力 在黨呼籲賴總統 應該抓緊機會堆疊善意 讓大陸看見新政府 想交流的誠意 警團令應該取消 陸團能夠成信 才能夠帶來和平 因為這個禍 我覺得這是更多的善意 不要去說一定要什麼前提 什麼幹什麼 就不需要這個東西了 行政院來宣布 6月1號這個團可以繼續出 我想也是一個力挽狂然的作法 各界認為光有喊話 沒有行動 無法改善兩岸關係 就怕賴總統別再錯失 是新人新政帶來改變的契機 記者楊潔 李璇 SNH小組 台北報導